你好 陈律师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 我相信我们候选的董寒盆他会就选 因为现在整个我们的大多数的思想 这个还是自由党的占优势 自由党的占优势 这个是很明显的 那么刚才已经看到了 这是已经宣布有一个少数党了 少数的自由党的继续制论 董寒盆在这个选区的话 他也应该是会中选 我估计 那么我们就希望他中选 因为我们也希望有华人 就是能够有的 继续有国会议员在我们的奥特瓦 那么董寒盆当过省议员 他有着这方面见 那我相信他也会讲 我在这里祝福他